记者谢介宇南投报道, 号称全台分多金最多的西头鹿跑活动, 今年将迈入第三届, 季出的优惠活动也更胜以往, 除有价值30万元的摸菜奖品以外, 还有子南宫纪念发财前母, 甚至妖怪村还推出鹿跑报名费折底饭店住宿费的你来跑, 我来付活动, 让参与鹿跑得大, 小朋友都能拿好康又保健康, 今日南投县政府观光处长王元忠及西头旅宿业者齐聚西头妖怪村广场, 在跑跑跑, 优良月声中, 对外宣布第三届西头鹿跑活动将在10月13日展开, 区分板马组, 21K, 挑战组, 10K, 及修监组, 5K, 民众各自行选择参加, 沿途补给站也将由旅宿业者提供如番薯, 竹笋包等在滴妹时, 让惨赛者补充提力, 也达到行销地方产业的目的, 王元忠进一步表示, 全台路跑十分盛行, 但有时还可见参赛者戴口罩参与马拉松的奇景, 空污问题之严重, 可见一般, 西头鹿跑路线位于海拔八百公尺至一千三百公尺之间, 所以以西头疗愈深呼吸, 陪助妖怪脱口罩作为主题, 让惨赛民众能远离尘消, 雾霾, 难得来个深呼吸, 享受分多精的洗礼, 西头鹿跑活动一律采取网络报名, 人数上限为三千人, 名额届满后, 网络将自动不再受礼, 报名期限从即日起至7月31日止, 有意者可商第三届西头鹿跑活动网站查询,